相传 古代有种叫碎的小怪兽 性情十分古怪 专门喜欢在过年的时候摸小孩子的头 偷取他们的思想 由一家穷人 夫妻两老来得子喜欢的不得了 除夕的这天 老两口怕碎来偷孩子的思想 便哄着孩子玩 不让他睡 孩子太小了 空了就要吵 夫妻两实在没有办法 便将家里仅有的八枚铜钱拿出来给孩子当玩具玩 夜深了 孩子玩累了 赚着铜钱睡着了 夫妻两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碎看见这家人都睡了 便偷偷的溜进他们家 他伸出手刚想去摸孩子的头 便被八束金光鸡的连连后退 从此 碎再也不敢来偷小孩思想了 原来 夫妻两给孩子的这八枚铜钱是八仙所化 后来人们听说只要在孩子的手里面放些钱 碎就不敢接近孩子 便纷纷效仿 民间就流行起了过年给孩子压岁钱的习俗 压岁意味着避邪避晦气 渐渐的压岁钱 谐音做压岁钱 成了老人们对小辈们祝福的一种形式 最早的压岁钱并不是普通的流通货币 而是一种专门铸造出来 用于压鬼避邪的钱型配饰品 在汉代出土的文物里面 一些钱币形状的配饰上 特有龙凤 双鱼等极项图案 有的还甚至应有注入去秧除凶的字样 人们把这种压岁钱也称为压慎钱 另一种说法是 压岁钱是由古代的春日散钱的风俗演变而来的 在民间 人们通常会用彩线将铜钱串联起来 再编成龙行 将这种东西放在床脚作为护身符 这种钱串 熟称压岁钱 一般情况下 长辈会直接把编好的铜钱给晚辈 希望压岁钱能够给孩子带来一年的平安吉祥 这样的做法在明清时期最为盛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次见